各位同學員 各位所長 現在各黨團代表都已經到場 我們就繼續協商 我看這個都已經有介紹過 我就不再浪費時間了 就不做介紹 那禮拜二上午的協商 已經宣讀了大家取得公書的新政院提案 第九條之一 以及民眾黨的附帶結議 那今天的協商 我們就照上次這樣 就先討論大家意見比較多的第十一條 再進入其他條文 各位有沒有什麼意見 謝謝 院長 謝謝 我想 因為 事實上 還有其他條 我覺得可能比較容易討論處理的 我們是不是先來討論 包括八之一 個人助記的問題 還有包括 我們曾明中委員版本 九之一 九之二 關於稅的問題 那我想 可能比較需要花很多時間 在討論的十一條 我們是不是放最後 我們先就可以處理的 我們先行處理 好不好 各位委員 各位列持官員 我想 這個超野小庄已經第四次 那第四次我們就談一個事情而已 就是說 要不要排除超野小庄 起一個月 這個部分大家一定要有共識 第一天坐下來 大家全部講一輪OK 然後現在就說 我沒有簽 我不簽 怎麼樣 然後禮拜二排在宴會 上禮拜五排上去 大概沒有意見 然後 禮拜一 禮拜二跑掉 我想 當然要先把誠意先講出來 那這是明天才 因為我們才排進宴會了 明天是不是要處理 大家先講要不要處理 或者的話 還在每一個條文在那邊談 談的就是說你要 好野小庄是各黨有不同意見和看法 到最後當然要付出 或是再宴會處理 那這個程序大家先講清楚 有要怎麼處理 要是 要看我們的心情好 要是誰 當時我們要開始 明天有要處理嗎 這就大家講清楚 否則的話 等一下走 講一半又跑掉 我們一定一堆人 這官員天天有事情 要在那邊等 不等 開啟會再來臉書罵一罵 這個是 新國會嗎 不好吧 我們大家要付出 疫情 我們大家都有共同心情 就是說 好 趕快 排出一個月 過去就算了 已經第四次了 但等一下從簡單 再談到複雜 也沒有關係 談到晚上12點 我們也沒有關係 我們不要去 明天才要處理 我們大家要先講一下 明天是第一案 好像談不來的 到最後沒有結論的話 就看各黨多少人要發言 大於討論多少人 也是要去面對 這個比較理性 我想 因為說 我也跟你談了好幾次 這程序 不可以待會 一句話沒說 你再騎著走 我還在那邊坐 便當分了 沒辦法再回去 我跑回去 這個 這個 這個不是 不要再開這種玩笑了 好不好 要說話 沒關係 你等一下 這個程序 有什麼處理 明天才要處理嗎 明天才沒有處理 這一個月 你要當一個月 大家各自負責 沒辦法 我們每天不是來這裡 趕快說一次 然後 高度不可確定性 這個不好吧 我看這樣 柯總釗 來提這個案 我覺得也是滿重要的 因為 如果排除 有排除 我們各國的協商才有 因為 我想說 我們如果 有排除 繼續協商 我們就要買便當 要買便當 現在要三點了 不要說這樣 大家 這麼辛苦 到晚上才沒有便當可以吃 所以說 先就柯總釗 提案這個 大家先交換一下意見 好不好 看大家覺得怎麼樣 我先就一個程序上的問題 這條例 2月4號公佈的 制定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 特別條例 那裡面的第18條就明文規定了 本條例實行滿三個月後 行政院印就疫情及相關預算執行情形 向立法院提出書面報告 那這個條例明文規定是原月15號就實施了 所以今天 昨天滿三個月了 那我想說 這程序上你要依法執行 這個書面報告 不知道送來的立法院沒有 或者什麼時候送 欸恐怕 這個不凡 這個條文我們當時通過了 就沒有意義了 是不是 執行情形 那能不能讓大家知道一下 你說過去的六百億 哇很急啊 到底現在用了兩百億 還用了三百億 或者用了六百億 用的情況怎麼樣 恐怕 要讓大家知道 不然你這麼急迫 你要增加兩千一百億 甚至更多 那你要總要執行三個月了吧 你總要有一個 剛剛前幾次上各部位有講啦 對不對 但是你沒有一個壞種的啊 你總要讓全民知道 說你的六百億 用了多少 有一個概掛的結果 要跟全民做報告 謝謝 這樣啦 先把先就這個 要不要排除這個冷凍期 這個 先有結論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討論 講委員跟你的這個一線線好不好 好 這個 反對 反對 這個 國民黨還是反對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反對 好 夠大聲 沒有 因為好 朝野協商不是行事啦 今天你如果是先說 我們明天一定要處理 那今天協商 這意思是說 協商一定不成 還是一定怎麼樣呢 如果協商不成 事實上明天就不能處理啊 本來就是這樣 不然這協商什麼意思 因為有冷凍期的關係 當然我不是意思說 明天一定不處理 那當然就是要看協商的內容 協商的結果 是不是大家各自版本之間 有沒有機會 大家來參考彼此的版本 然後得出一個大家都 各黨團都認同的版本 如果可以這樣子 那明天很順利 幾乎也不用表決了 協商過了 這個同意 連表決都不用表決了 所以要看今天的協商結果 那當然國民黨再一次表明 我們很希望 明天就能處理 很希望 非常希望明天就能處理 然後可以開始去執行 第二期的這個紓困預算 但是協商要有實質的意義 還是要看協商的內容 我這樣說應該也沒錯吧 所以 我們不排除 明天來處理 我們覺得也很OK 但是還是要看協商內容 謝謝我們那個國民黨林總召的意見 這個邏輯上 大家既然都希望 我們這次特別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能夠越快處理 那既然是在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的協商 就是希望透過協商 取得最大共識 但是沒有哪一次說協商保證一定有成果 但是呢 沒有結果的情況下還是要處理 總不能說協商沒有成果 我們就遙遙無期 所以剛剛我聽起來 我們院長主席的意思說 先要確定我們今天坐在這裡協商 是不受冷凍期一個月的情況 那如果有這個冷凍期一個月的排除 一個月的限制 那今天我們大可等到 5月11號我們再來協商也可以 之所以今天大家願意坐在草野協商 就是希望說不要受這個一個月的限制 到5月11號才能來進行院會的處理 所以我們提前大家來討論 那如果說這個前提不能確定 那我們今天在這個協商 我們就等到5月11號再來處理 但是呢5月11號再處理 恐怕不是這個社會上所期待的 所以呢還是希望國民黨黨達正式的表達 你們是希望5月11號 受這個冷凍期一個月再來處理 還是說我們現在透過協商的努力 讓他及早可以在院會當中來處理 不受這個限制 如果不受這個冷凍期一個限制 我們現在的協商就算是加班 明天後天假設 沒有這個一個月限制 我們在這裡努力才有意義 不然的話如果你還是堅持要一個月的冷凍期 那我們現在就不叫做草野協商了 好 好 好 我看 讓 其他黨團要表示意見 其他的黨團表示意見 因為 這個都已經表示了 來 曾委員 剛剛那個曾委員提到那個報告 我不知道報告是不是 前兩天那份報告不算嘛 就是那份報告比較簡略嘛 那我不知道行政部門這邊可不可以趕快把報告讓我們來看一下 那如果大家覺得行政部門的執行有他的那個我們接受這樣的執行成的結果 那就是建立共識啦 那我個人就是覺得像 就是有所謂的一些網路的一些攻擊 我是希望說在協商的時候 各個黨團能夠約束自己的支持者 盡量不必要 不要有這樣子的那個狀況發生 大概是這樣 好 可以排除 明天討論你有沒有什麼意見 對 明天處理 這是什麼事件 那一些議程處理 呃 文官ğı 拍出一個月 我是建議就是說 我們今天看看大家討論的情形 然後 結束前再來決定這個東西 好不好 我覺得這樣比較比較apat順利一點 好 請 民眾黨 我們這邊是這樣,這次紓困這件事當然是非常的重要 當然我們也是希望說能夠越快越好 事實上當然我們這一次的過程中也看到已經協商了蠻多次 所以我們當然還是希望盡快 就是說如果能夠更快的話,那當然如果說制度上一點時間的壓力的話 我們現在目前是覺得也應該啦 就是說我們可能也許能夠排除的話也沒有問題 就是然後希望盡量的在明天能夠整個有個結果 當然我們還是會強調說協商的這個內容本身大家能不能真的有共識 還有那個質詢率之前的這個檢討,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很重視的來看 好,免得就是說以為說我們就是盡快的好像當把這個預算發出去 其實這也並不是好事啦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支持就是說希望這件事 因為這真的是比較應變緊急的一個做的狀況 我們還是可以接受就是說希望保留這個保留期 這個我們可以讓就不需要 希望是明天盡量可以能夠通過 好,好,那個民眾黨是贊成,就是說明天拿入議程沒有關係 那這個實力黨是覺得說 我們今天討論結束前來決定 對啊,就是今天我們會有我們的決定會提出來嗎 所以現在還不決定,就現在還不決定 現在我們就在討論這個 對啊,我們等今天討論結束前我們會決定這樣 所以這一個就沒有共識了 沒有共識,看這個民進黨黨團有沒有要讓步 應該有一個明確答案 這個議程是明天排在第一樣 那剛才實力黨的說 待會講完再會講決定 好,也是個答案 也是個答案,沒有關係 我現在決定 好,那我們黨呢 那今天決定,我們希望能夠談內容 包括剛剛提問的 這個行政單位要提供的這個報告也需要 因為你第一期的特別條例裡面明文規定 在4月15號要提出檢討報告,執行的報告 那你沒有提,就等於沒有完成這個條例所必要的條文 它是明文規定,要提報告 沒有提我們要審第二期的 這個我覺得已經司法性會有問題了 所以也請他們回答一下 行政單位 我是問行政單位 問他們的報告 普通一道吧 我會說一下 主席各位同學 這個第一個我們剛剛之前已經講過 就是還有我們曾委員也講過 我們上次通過的條例 第十八條裡面 它是有明文規定在3個月的時候 應該要把整個預算執行的情形 提出一個書面的報告 第二個我們上上次質詢的結論 也很清楚的記名 就是說將來就上一次我們要協商的時候 希望能夠在12年以前 把相關的執行的情形 送給我們各黨團去做一個參考 那根據這兩個前提 我們今天既看不到他們的書面報告 也沒有辦法了解他們執行的狀況 那要叫我們怎麼去繼續第二階段的追加點預算的審查 我們當然是沒有辦法同意的 所以我們第一個希望行政單位應該先把你們執行的狀況 跟三個月要給我們的書面報告 把他送到我們這邊來 讓我們來做一個了解 然後我們再來進行要不要繼續協商 這樣子是比較合理的 至於要不要有一個月的冷凍期 我想 防疫的工作 預算的執行 沒有人會去檔 包括我們過去在講的 你也不用擔心 你到現在為止 我們黨團整理出來的資料 執行力也只有5% 然後全部的人都在叫說看得到吃不到 我們幹嘛給外界這樣的質疑 我們沒有必要 所以今天我們希望說 我們只要把這些相關的資料 大家都可以達到共識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月的執行 一個月的冰凍期 我們都無所謂 只要大家都覺得 我們可以進行馬上討論的 那我們這邊也可以 可以馬上跟大家做草委行商 沒有所謂一個月的問題 這個問題在禮拜一我們就討論過了 行政院把相關執行的報告 四幾月送來的 我們第一天 大家在這個地方就討論過了 比如說 預算到同會三四月白了 二十幾天這樣 沒有啦 什麼叫不算 沒有啦 你講話我認真聽 我講話你先聽一下 這樣可以 什麼叫 好 OK 你要是開個spec 開很嚴的 然後再重新來講 這個在第一天就講了 然後我們禮拜一也是 這個問題大家討論過 然後已經 已經 正過條文 已經一直談下去了 後來你們不是因為這個原因跑掉 是因為什麼 突然說你們的十一條 第一項我們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回頭你們的全部不見 已經開記者會 第二天亦復如此嘛 所以我們大家討論 這個條例 原始的 歐林鎮的寫的人 寫的人就是在你隔壁 民眾黨在鄉民 我剛剛寫假了 好 三個月後 三個月後 然後 要執行行行 我們現在講的 這個條例是這樣寫 但是那時候 實在沒有 剛剛要講清楚 是 預算同學 要執行 那條例 條例同學 要執行一下嗎 沒有預算 沒有預算什麼是執行 這樣講不對了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有授權喔 預算沒有通過 我們有授權 他們可以 行政案可以核定的喔 你這樣講不對 你預算沒有通過 行政案只要核定 我們授權給你們先做的喔 不是說 如果預算沒有通過 我們就不准你執行 他們有些部分 一定要有一定的程序 所以不能這樣講喔 你這樣講 我們不接受喔 那錢如果沒有來 是要執行嗎 錢太也沒有來 依反自己的錢 也可以用 錢只要那個我們 你賺沒有預算自己的錢 那時候六肺沒有預算自己的錢 那這個條文是最穩嗎 所以 我不說最穩 那面對實際情況嘛 我們在回頭 吵第一天一樣的情形 然後 等一下我不知道 我沒有把握 這次三四月會一多久啊 待會補到 你們七七五月 待會補到又沒去啊 這是大家 面對這種 我們都學到嘛 所以我們很希望 但是又怎樣 好 好 好 政府府民事長要 他要說明一下 是 向院長跟 讓 讓 府民事長說明一下 向院長跟各黨委員報告喔 關於那個委員所垂詢的 第18條的這個書面報告 行政院已經在準備中 我們準備在下禮拜一 早上 我們就會送進來 願力 然後進行 這個是依法進行的書面報告 可是這個並不是朝野協商的前提 以上 謝謝 好 謝謝 來 就是說剛剛 溫委員都講到第18條 特別預算過的時候 我們講好幾次了 是3月18號才公佈 所以到現在 其實今天是4月16號 還不到一個月 所以你去用我們特別條例裡面的回溯到1月15號 開始說現在已經三個月了 這個不要誤導 我們這些事情很多 我們都失去時間感了 那如果你要講特別條例什麼時候過的 是2月底過的 然後特別預算是3月18號公佈施行的 所以你怎麼算 你要算到今天已經超過三個月 這沒道理嘛 對不對 所以剛才 所以他就算回溯也不可能那麼快啊 要不然執行 你就要叫人 找執行報告 然後在執行報告 你們一開始說我們不是要看執行率 那上一次的曹理協商裡面大家都完全講執行率 對不對 這個狀況就是你們不要前後都矛盾 所以他們下禮拜一送過來 跟今天的曹理協商是兩件事情 他既然18條定了 他們依法一定要送報告來 但是你說今天說我沒看到啊 我今天沒答應 這不對吧 繼續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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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先說明一下 大家不要休講 休講 休講我就會休息10分鐘 是 你要跟那個柯總召講一下 用 用 這個 這個 這個閩南話這一句話是很難聽的話 來講別人 我們到目前為止沒有口出而言 只是在爭這個程序的問題 要不要提報告 那 要不要這個冷凍期把它解除 這個大家在討論這些程序的問題 那要不要解除也是各黨的權利 這是這樣 各自負責 你有解除有解除的速度 讓他可以早一點通過 不解除會拖到時間 我們也不希望 好啦 講白一點 那個互信不足 柯總召 我們那個互信不足 你好像認為我們是故意要拖延 其實不是 我直接講白了 爭議點 不多 就是十一條 我們的版本重點也在那裡 要花現金 我們大家講比較明顯 這一點如果你們沒有辦法接受 到最後一定是表決 版本不一樣 到最後一定表拐 現在是一個討論大家看有機會 看有沒有機會說 有那個妥協的空間說 你們可以 讓受費的人更多一點 因為你們現在的版本 跟我們的版本 差蠻多的 我們那個受費的人 可能是一千七百萬 那你們的是三百萬 就是說有現金補助的部分 那這一部分 其實我們也做了修正動議 我們也希望說再提 然後大家再來談有沒有機會 讓真正受到疫情影響 而需要紓困的人 然後你們的版本裡面 沒有照顧到的 然後我們提出來 有道理嗎 大家討論看看有沒有機會 朝也是個黨團共同一個版本 那是協商的最高境界 連表決都不用 但是不容易 我知道 這個有政治的考量各方面 但是沒關係 我們講到這個重點 我們還是會把它提出來 提出來之後 至於說 一定要 我先承諾一點 我們沒有一定要說 這個冷凍期一定要放到 5月11號再來處理 沒有啦 不是這樣 絕對不是這樣 對 能夠處理 我們就來處理 隨時可以來處理 就是不受限制 不是 對 但是就是說 要把自己的立場跟版本 再一次的有修正的機會 我們協商沒 常常都要協商很多次 然後自己修正自己的版本 因為對方不接受啊 那怎麼辦 怎麼辦 就繼續 妥協的方案 看有沒有機會提出來 大家再討論 真的到最後 真的沒辦法了 沒辦法妥協 就表決嘛 所以這個我可以接受 但是 最少今天協商 我們展現誠意 針對我們的這個十一條 核心條文 的版本 我們有做了我們的修正 再修正動議 沒有關係 我們會再談 假如你這樣談 大家 但談了一個前提 不能夠說一定要有結果 當然 當然 對 政策選擇 是每一個政黨要負責的 對不對 你不可以說我們 不可以 然後 用我們的兵器 說一句話就好了 那跟我說 我可以給他吃一件也沒關係 但是 明天要處理 大家要有一個共識 不可以就照程序 大家發言 一幫政府也發言 總是要面對的時刻了吧 對不對 我想這個是比較實際 務實一點 大家都沒有說 那你要這樣 那你現在 疫情這麼嚴重 所謂可不可以 首黨在這裏賠了第4天了 還不可以說這樣 政治上也要想看看 對啊 你也要想 他說 你剛剛說 他要去他說 就是他 他要去講就要 好 沒有說三人 說一條人不可以 告訴我 這個沒結論 是不是要處理 要面對 先講這個 他說沒結論不能處理 我們是在看 從樓到尾這個超越鄉只是一個事情 拜託大家能夠排除這個想起而已 大家同意 同意現在又翻來覆去 到底我們現在在幹什麼 我們講清楚 你怎麼叫歡迎來 那就沒有排除超越鄉 你又講一句話 叫歡迎就是一個人 你只要說不論如何 你們的條文我們不接受 我們絕對不會跟你妥協 也是一句話啊 對不對 我沒有妥協的話 一定要一個月以後 沒有關係啊 或是說今天要談久一點 只有一條可以談久一點 然後最後 實在是要怎麼說 我也聽不懂 好 夠粗糙的也要一個關 你不可以說明天再來一次 幾天幾天都在這裡 這樣會好嗎 對不對 這個道理沒有 已經大概走一輪了 差不多 你們的版本 大家 中文黨都看好了 對不對 要聽人家說嗎 不能 不能從一半再跑去 不要這種玻璃心好不好 好 我們現在很難 我們現在很難 沒關係 要怎麼說的 要怎麼說 不能說 英明擺的議程 英明擺的議程 也不處理 是吧 那就 你 不能再等下了 剛 你 你明天排入議程 我們今天一定就要出草野學商 我沒有講 這是規定在哪裡 阿嬌 你規定在哪裡 哪一條 沒有在一條 明天議程第一案先排 然後告訴我們說 今天一定要有結果 不然 休息十分鐘 他們 一條 三條 一條 一條 我們 請你 請你 請便 請問 請 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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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